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今天5月27号 礼拜四的午安您好 台视新闻 头条讯息带您来看到 双北的医疗量能拉警报 让医护人员也忍不住发出求救 台大医院的院长吴明贤 他在个人脸书上发文指出 台大已经把小儿家户病房 都拿来改装成收治成人 但是还是不服使用 而救护车却是持续 把需要家户病房 以及插管的确诊病人给送进来 真的很让人担心 而另外北市联邻和平护幼院区的 医师郭忠泰则表示 在病床已经不够用 现在想转床也转不出去 预估和平院区 大概一个月就会呈现饱和 以忧心接下来会出现骨骸效应 医院会一间一间告急 双北医疗量能陷入危机 让医线医护人员发出求救讯息 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 在个人脸书表示 台大医院收治高达20多名重症患者 是全国最多 家户病房已经全部满载 还得把儿童负押家户病房 改装收治成人患者 但改装需要时间 还有急诊病人在等 真的不希望布上SARS后尘 呼吁指挥中心 订定病患收治相关办法 给医院的资源或是补助 不能七折八扣 会让医线医护人员 赤手空拳 淡尽圆绝 而另一头的和平医院也相当紧绷 妇幼院区急诊科主治医师 郭忠泰就直言 现在医院病床不够用 就是想转床也转不出去 预估和平医院 大约一个月就会饱和 医护人员也很为难 并举例如果在铁达尼号 船难的救生艇上 再拉一个人上船就会全 你会让他死 还是让大家活 呼吁指挥中心 要让床位分配透明化 不然会有分配上的纠纷 全岛一命 全国都互相的来支持 其实各县市也都支持 有中央这样子统筹的调度跟支援 双北医院人力和空间都相当吃紧 就怕出现骨牌效应逐一倒下 现在全民都得加入战局 全力防疫 接着综合报道